蘇澳正公所積極來打造花園城市 建構優質的生活以及休憩空間 預計分兩期來投入一千兩百萬元 進行蘇溪公園的休憩 以及兒童休憩設施工程 第一期的工程包括了蘇溪公園的綠美化 步道、休憩座椅、兒童休憩區等等 工程已經在最近完工 變得是美輪美奂 蘇溪活動中心的對面 有一片 現在公所就在從去年開始 我們啟動了蘇澳城市花園的計畫 那第一期工程是七百萬 我們目前整個公園大概已經都成形了 那現在第二期的公園還有再四百萬 我們會逐步把蘇溪公園 這個整個區域好好地來做一些規劃整理 然後希望能夠帶給附近的民眾 能夠一個非常好的休憩 而且平常可以休息的地方 那我們在第二期的工程裡面 除了再增加一些設施以外 也會增加兒童的兒童的這個油氣的設施 那我們希望就是可以打造一個 全齡的這樣的公園 緊接著公所也將進行第二期工程 目前正在進行細部設計當中 屆時在蘇溪公園的綠地 將成為陣內期待已久的第一座綜合公園 不僅可以打垂球運動之外 也是戶外散步、乘涼休憩 以及小朋友玩樂的好去處 提升當地的生活環境及品質 宜蘭新聞記者 石世銘採訪報導 我們 bonds一樣的部分 我們可以打垂球運動的 從 Här 到來 到來 到來